好 接下来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大盛器 Spring initial leather 之前呢 在写这个demo的时候 我全程手动编写 创建项目 自己呢导入场景 编写主程序等等一大堆 其实呢是比较麻烦的 官方呢有一个创建向导 能让我们一键创建出Spring的项目 怎么用 这么来做 我在这个项目下面呢 我来开始创建一个new model 这个model呢 我们以前默认是main文项目 注意我们现在呢 选这个 叫Spring initializer 然后呢 给项目起好名字就行了 比如呢 我的这个名字就叫boot3-02 然后呢我们这个demo 我们呢是使用 引力收拉子快速创建的 怎么能快速创建 包呢我还写 come.boot artifact id 好就写它 dk版本来写它 选择章27 注意我来点击下一步的时候 在这一块呢 我们就可以来选 我们当前Spring boot项目 要用哪些场景 比如 我呢要web开发 那我就来选Spring web场景 如果呢 我呢要假设 我现在要做一些页面 模板引擎 页面跳转 那我可以来选Spring leaf Spring boot里边呢 没有GSP 那后来会说Spring leaf这个事 比如呢 我想要做一些安全 我可以来选Spring security 我想要访问数据库 我可以在这呢 选择mirebilis或者GPA 等等一大堆 我呢只要把我这些场景 我选好了以后 甚至于呢 大家会看到 看到 后来的一些分布式场景 在这呢也都能选 我们Spring cloud的一些 有一些函数式的 包括呢我们服务发现的 后来 这是Spring cloud的知识 后来再说 我呢只需要选中场景以后 我点击create 创建就行 那一创建以后呢 大家来看第二个demo 第二个demo呢 跟第一个demo不同的是 我们呢用这个创建项档 初始化出来的 有什么区别呢 来先把这个点一下 大家不用管 在这 大家看啊 我来打开第二个项目 我们刚创建的这些初始项目 大家会看到 人家呢官方 给我们把主程序都写好了 然后呢 Resources文件夹下 配置文件 我们人家也放到这了 想要修改什么 干什么 整个目录呢 那就是这个结构 这是利用初始化项目 创建的 而且呢点进来 跟我们以前的写法一样 比如我们要导的这些starter 那也都在这 而且呢 我们说每一个项目 都要导Pairment 这也都在这 打包插件也都在这 也就是利用 Spring initializer 创建的项目 就相当于是一键 帮我们来创建好 整个项目结构 当然它也是能启动的 项目结构 来测试一下啊 以后呢 我要编写代码了 这个呢 是主程序 我把我们的所有代码 都呢 放到主程序 下面的这些包里边 因为Spring Boot 有一个默认规则 只扫描主程序 所在的这个包 及其下边的子包 你放到跟主程序 不在 同一个包下了 你写的这些功能组件 都没有用 好 我们同样的实例 我来写一下 HelloController 看这个能不能用到 之前呢 我们的这个Man 我就停掉了啊 我在这呢 写一个RestController 让它给我们来返回一个数据 Papalik4 Hello 当然我们这次呢 让它直接返回Hello就行 浏览器呢 我们来接收浏览器 发来的Hello请求 刚哈哈请求吧 来接收哈哈请求 浪览器发送哈哈 我们给它返回Hello 我们来启动 也是一样没问题的 启动起来 好 而且呢 这一块大家会看到 这呢 直接会有这么一个链接 刚才呢 我们如果这有多个Spring Boot 项目 刚才有一个盘框 大家呢 点一下那个Use Service 向它能使用多个Spring Boot 的这个服务 点过来 那所有启动过的Spring Boot 的整个主程序 都会列到这 就会比较方便 好 我直接呢 点一下 那就访问呢 我的这个项目 来发送 哈哈请求 给我们返回Hello 也是没问题的 包括打包什么的 功能都有 跟我们之前一样 所以这是我们 初始化向导 创建出来的 来初始化向导呢 创建的整个目录结构 也给大家分析一下 在这个目录结构里边呢 首先 这一块呢 是主程序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 写的主程序 主程序 大家看 跟我们的写法一样 什么应用 跑起来 雕游柱就行了 然后业务呢 在这写 而后来的这个Static 我们做Web开发 如果呢 有页面跳转 一些静态资源呢 那就放在这 静态资源 比如GS文件啦 CSS啦 图片啦 可以放到这 还有呢 我们的页面模板 放到这 因为不支持GSP 所以呢 你要用其他 模板引擎 所有的页面 页面呢 页面文外 都放到这 然后大家也会看到 Application Properties 那这个就是 集中式的那个 配置文件 所有的配置呢 都在这一改 就行了 这就是我们 整个初始化项导 帮我们一键 创建到整个项目结构 所有功能呢 都没问题 后来我们创建 SmartBook的应用 我就用这个了 我就用这个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